各位观众朋友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几个天气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的冷空气稍微的减弱 但是提醒大家早上跟晚上还是比较偏冷 虽然白天的温度是有机会稍微的回升 那么礼拜一的话会有封面云气接近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云量可能就稍微的增加 那么到晚上的时候 这个封面云气的影响 礼拜一晚上到礼拜二的这个白天 全台湾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甚至有局部地区雨时会比较明显 那么礼拜二的话冷空气南下 所以又会变了 甚至一直持续到礼拜五之前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冷的天气 那么在封面北部跟东半部也都是有雨的天气 中南部的话最主要就是 明天晚上到这个礼拜二的白天容易下雨 接下来礼拜三到礼拜五的话 天气会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在周末目前看起来是冷空气会减弱 天气会好转 但是因为还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呢还是有一些变化的空间 提醒大家这个礼拜还是要关注天气的变化 来看一下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今天我们台湾主要是 这个冷气团逐渐减弱了 冷空气减弱 但是我们台湾上空还是有一些云气 主要是在我们封面的北部跟东半部 中南部的话相对来说云量比较少 天气比较稳定 那么来几天最主要要关注的就是 明天晚上礼拜一 晚上到礼拜二的这波封面云气 快速的通过 接下来就是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在华南附近还是有一些水气 所以呢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礼拜五之前 云封面北部东半部 天气都还是比较不稳定 云量比较偏多 比较容易下雨 中南部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一些 但是偶尔云量也是比较多 那么接下来周末预估是会有一个空档 但是下礼拜一又会有一波 封面云气跟冷空气通过 所以提醒大家目前的话 这个春天的一个天气的气势 还是蛮浓厚的水气都是相对比较偏多 比较不稳定一些 大家在规划一些外输入的活动 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 来看一下比较容易下雨的区域的话呢 在我们礼拜天 最主要是我们的这个东半部地区 东北部附近的降雨机率还是比较偏高 那么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预计我们西班部是有一些空档 但是因为封面云气接近 所以其实云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多一些 礼拜一晚上礼拜二封面云气通过 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甚至局部地区雨时会比较明显 那么在礼拜三开始 中南部的降雨就比较明显趋缓了 但是可以看到封面北部东半部 云量都还是比较偏多 还是有一些这个下雨的机会 所以未来四天的降雨预测图上面 就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 礼拜一的晚上到礼拜二的白天 尤其礼拜二白天可以看到 全台湾都有下雨的机会 那么礼拜三到礼拜四的话呢 这个雨时就会逐渐缓和下来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会逐渐转趋稳定 但是在我们的北部东半部的话 甚至中部的山区还是有一些震雨 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情况 那么在温度趋势的话 北部未来一个礼拜低温 大概在13到16度 那么中午高温大概在16到20度 那么我们北部的话 其实白天的高温最主要是受到天气的影响 所以礼拜一相对来说 白天有些空挡 预计是有机会回升来到20度 但是礼拜二开始 高温还是都大概只有16到17度左右 礼拜五随着冷空气 有逐渐减弱的这个机会 所以温度才会有逐渐回升上来 那么在我们中部的话呢 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 低温12到15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20到22度左右 白天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温暖一些 那么在早上跟晚上还是比较冷 甚至比北部还要来得冷 来看一下在我们南部的话呢 低温大概在15到17度 中午高温22到25度 也是要特别注意 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一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的话 东半部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西半部的话呢 预计这个天气是在逐渐的好转 但是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明天白天的话呢 在我们的这个东半部 北部东半部云量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 还是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震雨 中南部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在高雄屏东要稍微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有机会亮橘色灯号对敏感族群不健康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这两天呢可以稍微的把握一下 但是礼拜一晚上又有风明云西南下 天气又会有这个比较明显变化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